聽聽惟毅的 他也是出生入死 去了很多地方 對 那次是去中美洲 那邊就是熱帶雨林 非常的濕 然後都是森林 你要進去裡面只能搭那種 小小的獨木舟 然後用手滑的送我們一堆進去 拍一拍的時候我是突然間 就覺得腳這邊被 一個刺痛被釘了一下 然後我瞬間的反應是 那時候我還在對鏡頭講話 我瞬間反應就是瞬間撥掉 然後撥掉之後我感覺到 對 我打到了一個什麼蟲 還滿大隻的 但是它就消失了 所以沒有人知道 但是也不是第一次被蟲釘嘛 我們當然就繼續拍 沒想那麼多 對 結果這樣拍… 我就一個大概一個小時後 我開始覺得這個傷口有點不舒服 看了一下 已經開始有點濃跑出來 這麼快 對 然後周圍有開始紅腫 它有毒素的 對 然後我們就撐著繼續拍 結果再過了大概三小時之後 我這邊已經開始有點困了 有點爛掉的狀態 對 是這很快 不知道為什麼很快 不能抓 但是很熱還是會忍不住啊 所以那個時候攝影師就說 不行 我們這台拍下去 真的有可能會是那個蜂窩性 組織演 然後整個製作 聽說對他不友善 都會告訴他 你這個爛人 只是因為腳虧爛 你只是因為腳虧爛嗎 只會說你這個爛咖吧 爛咖 對啊 爛人不是 太攻擊性了啦 幹嘛攻擊他整個人 對啊 攻擊腳就好而已 但你覺得爛咖 我聽起來比較好 比剛剛好一點啦 人生要選擇一下 但後來就決定團進團出 就整團出去 然後到了附近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小島 上面有診所 但那個診所就是稻草搭起來的 對 部落裡面 對 巫醫的那種 這次還不是巫醫 就是診所 進去之後真的有醫生 然後他看了一下就說 知道 就蟲咬了嗎 當然 然後他就開始要準備幫我治療 然後他就先用雙氧水 直接弄在我的傷口上 然後就開始 吸… 對 然後超級痛 在這個時候 在我超痛的時候 他就拿出了一根針 然後用打火機隨便燒一下 就在附近戳 消毒 那叫消毒 放血 因為在附近腫的地方戳 然後就開始一直流血… 然後隔了一陣子血乾了 然後那些什麼組織液什麼 也都差不多乾了之後 他才幫我上了優點 然後貼紗布就叫我說 OK 你完成了 你可以離開了 反而這個地方還有優點 還有優點 對 有找到優點 這裡反而有優點 結果到了這麼小的診所 到門口去付錢的時候 一萬… 一萬就一萬 小費不用算 這個怎麼辦 這個沒有證明啊 這你要怎麼理賠 對 他沒有證明 但是我都會協助客戶提供佐證 就是當下可以拍照 或是錄影 就是證明 因為拍照我們通常 在照片上面都會有寫 你在哪個地方 因為會有GPS嘛 對 因為沒有收據嘛 所以保險公司 其實認定會認定 診斷證明跟收據來理賠 沒有收據的情況就是盡量 或是你付錢給他的時候 可以錄個影之類的 就是說我這筆錢確實有付給他 然後我整個治療過程 可以拍照 錄影 這個是會理賠的 就是我可以提供佐證去爭取 如果回來台灣 像這個情況 可能在當地緊急處理了 然後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把你的這些故事照片什麼東西 其實台灣的醫生幫你 就把前面的東西再重建一下 再來是剛才那個故事 其實聽起來也有可能被水智咬到 水智 如果是這種情況 其實水智真的 如果他咬上去不要硬拔 他有個吸含的 對…他會吃進去 會吃進就會咬著的 我們這次完善他在外面 那個我們的攝影師 腳上回來 回來以後才看到 我們用打火器烤他這樣 對嗎 你撒了 你要說撒鹽有用嗎 就是基本上可以輕輕撥 就是鼓勵他自己離開就對了 或是鼓勵他又要怎麼 鼓勵他 小智…加油… 加油 怎麼有可能 誰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輕輕撥 或者是可能用一些刺激的一些 什麼油或是一些那種 當然有人說火烤 但我總覺得那個不好拿捏 對啊 會燒到本人吧 對… 但基本上原則就是讓他自己脫落 自己抓撥 他的脫衣裡面會有一些 對 他會放血 對 他會留不住 對 他有抗凝血的那個毒素 就是在那個裡面 所以如果碰到這種情況 通常一下好像被咬到刺痛 然後你這樣撥開 的確他當下做的霜降水 就是讓你先消毒 不管什麼樣 滋一片 然後後面放血 趕快把毒素弄掉 然後再來就是清潔 所以他處理其實算是對的 處理是算合理的 處理是合理的 是喔 OK 對 處理聽起來還行 對 很多嘛 對 非洲你是被獅子咬了是不是 沒有吧 但我們是有去拍 那天就是早上在拍獅子園 然後又拍了很多點 然後都在很焦躯的地方 很熱 我自己知道我那天 幾乎沒有喝到水 沒有補充到什麼水 那不行 對 然後好像到了大概過中午 大概下午1點還2點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都沒有遮蔽物 沒有樹的地方在拍攝 但是那時候導演就開始發現說 我的表情跟氣色怪怪 很蒼白 然後一直流汗這樣子 結果他說 因為我後來有點沒有印象 他就說我正在講話 講… 最後就直接 砰 就倒下 直接有婚 然後開始狂吐 因為好像是急性熱衰竭 那種類似狀況 狂吐 但我就失去記憶了 我們就這樣坐著自己的小巴 然後到了醫院之後 這醫院有比較大監一點 但是他們就把我搬到那個手術台上 然後我就在上面躺了一個多小時 都沒有人來 躺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醫生終於… 沒有 就要讓你多休息 然後醫生就這樣看一看 就跟護士說 那就聲大點低 然後又一個多小時之後 他才進來幫我掛了點低 所以總共我從發生事情 到最後完成就花了五個小時 掉了一瓶點低 然後最後付了 我有點忘記 但好像付了七 八千塊台幣 也是很貴 其實也沒好 因為接下來兩三天 我都是這個狀態 就是很虛弱 但是還是要被扛著出外景 我們常見的熱損商有四集 第一集就是開始會抽筋 再來就是容易會暈眩 搞大一個時候熱到要昏倒 第三集所謂的熱衰竭 就是會像你剛剛講的症狀 它開始還包括冒冷汗 很虛 那種感覺 第四集就是我們講的中暑了 那種就是體溫已經超過40度 下不來 連發汗都沒辦法 到第四集常常就會合併 所謂的器官衰竭 恆溫肌溶解 你開始擔心你的內臟器官 要受到影響 那已經不單純是 我們就說就是不是喝個水 休息一下幾天就回來了 大家出去旅遊或去熱的地方 防曬 降溫 喝水 都要來 不要拿自己身體開玩笑 那如果這事情如果發生了 在當下緊急要怎麼做 其實第一個 先搬到陰涼的地方這最快 有水趕快就 如果還能喝 沒有真的完全暈倒的狀態 就失去意識的狀態 是可以少量的給一些水 給一些電解質 也不能管水 對 不能狂管 不能一口氣喝 來…鎮鋼 我那個時候是去巴基斯坦 然後當然也是出外景 對 然後我們去巴基斯坦 通常也都不會在大城市裡面 我們都去到很偏的地方 然後那次去他已經 基本上是最靠近那個 阿富汗邊界的交界人的那個省份 然後那個省份就是我們去採訪一個 他們那邊有巴基斯坦的巴士摔角 導演講說小剛我們時間不夠 我們拍一個 直接來拍一個 我說我跟他對摔 他大概是三個我的那個壯度 對啊 他說沒關係就跟他講簡單 就是把你抱起來這樣就好 我說好… 那你要跟他講清楚 只是要畫面而已啊 對…就是有一種被抓起來 那種感覺 他說好… 然後我們就拍嘛 拍了兩三次 那個人興致來了 一個興奮 他這樣一把我抓起來以後就直接 過肩摔啊 直接過肩 我是頭草地 然後肩膀直接炸地 我這邊先炸地 然後我一碰到地的 地板那一瞬間我自己聽到啪一聲 啪 對 聽到啪一聲 然後我起來以後 我起來的時候我就這樣 左手很痛 結果他就開始馬上就發熱 你很明顯讓他發熱 然後這一塊就紅的 然後我想說好 那沒關係 就冰敷 因為我們也是去二十幾天 快一個月 我們那時候一路撐到 快回來的前四天 第四晚 因為那個時候 中間我們要繞著跑嘛 就跑很多更鄉下的部落什麼 我們根本不可能有醫療 我每天大概睡起來的時候 手是這樣子是沒辦法抬 沒辦法抬到這個角度 然後就是…抬不起來 然後都是一直痛 然後我睡也不能測睡 我只要半夜 比方說這樣測一下 我就會彈起來 因為會那個很像 不是被針刺 是有牢頭突然這樣敲你 三更半夜的時候 那個已經傷到神經系統了 超痛的 但那個是當下不知道 我就忍了十幾天 然後到最後快回來的時候 我們想說導演 這個回去要看醫生 但是不是我們有保險嘛 那個時候節目還不錯 幫我保額度是最高 2500萬的額度 恭喜…拿到了嗎 拿到了嗎 沒有…拿到我就不會 對 拿到 拿到一部分 拿到我在託夢告訴我 不用啦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我想說 那一定要當地去看醫生 要有證明 我們回到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縣鎮 就是他們比較大一點的小城市 然後那邊有那種公立的 有一點點像是 你說和平仁愛醫院 這種大小的醫院 一進到急診 急診很大喔 比這個攝影棚還要大喔 這麼多人 裡面就開了三盞燈 我們導遊說敏哥 我們這個是有開嗎 他說有…他去問 後來找到那個打早阿姨 他說醫生他們護士都去吃飯 你去吃飯 然後等一下會回來 午休時間 晚上 晚餐… 晚餐時間 然後我們就等了他一個多小時 什麼 有一個更魁梧的人進來 他們是用體型來決定地位 所以是落腮虎 然後矮矮的 但是就是傳統服飾走進來 然後很帥從旁邊坐椅子上 拿了一個那個醫生袍就這樣披上 對 就走過來 然後他就在那邊講說 你怎麼樣… 好 那你這個看起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說醫生我們可不可以照給X光 他說他這樣看著我 照X光… 然後他說你想照就照吧 然後就帶我去X光室 進去的時候我們知道拍 不是一般我們拍X光 會有那個板子 牽板嗎 我是自己拿著 他說你拿一下這個 單手這樣拿著 然後這樣很重… 撐住 對 然後還側邊 側邊 然後很重… 然後拍完以後 把那個板子拿回去 我第一次碰到牽板要自己拿的 對 他們就只有三個人 你幫個忙嘛 可是一般牽板是會卡在那個 那個壞掉 他就在我前面 拿它破掉 對 然後出來以後醫生就看 照那個片子就這樣卡在上面 說你這個沒事啦 沒事 可能肌肉痛 我幫你打個針 然後我坐在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穿長袖 我把衣服脫起來這樣 脫到一半裡面 我坐在那邊 然後醫生就進來 然後看我坐在那邊這樣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講 不…然後我聽不懂 然後我們導遊進來 他說沒有… 你穿衣服穿好 不用脫衣服 我說不用脫衣服 然後打哪裡 打屁股 憲哥 我說我幾歲人為什麼打屁股 我是這邊痛耶 他說一定要打屁股 打屁股好得比較快 他叫我把褲子脫下來 然後這樣趴在病床上 我覺得很… 很羞辱 對 羞辱得很奇怪 然後那個醫生又很粗獷 他說進來這樣 然後就套那個手套 拍完兩下以後 他過來 他拿那個針筒這麼大一管 什麼啊 針筒這麼大 你會不會是跑到獸醫院去 不是 對啊 那個是打麻的 我嚇到如果這樣子看完 為什麼針孔那麼大一管 然後他的針頭 不是我們平常打針那種細的 也很粗 不到捐血那種粗度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很粗 這樣壓著我 拍兩下壓著我就 然後咻 就打完了 沒有擦任何優點 沒有擦任何消毒 他就很像說屁股髒了這樣子 拍兩下就打下去了 打完以後他也沒有給我什麼 衛生棉什麼完全都沒有 不是衛生棉 什麼衛生棉 棉花 棉花棉球 你的需求也是滿怪的 就那一秒那個就來了 好奇怪 因為最後真的整個都是血 你那個是整個骨頭有斷掉是不是 我後來骨頭回來台灣以後 他再去那個輔大罩 我現在這邊三分之二的 就是鎖骨跟這個肩胛的 那個 連接的刃帶是斷掉的 而且已經不可憐了 就除非我動手術換人工的 所以我現在這邊跟這邊的高度 鎖骨高度是不一樣 這很嚴重耶 這個我一定要 等一下我要好好討論一下 重大傷病 這也不到重大傷病 沒那麼嚴重 可是當下你… 你怎麼沒那麼嚴重 你好輕鬆喔你 我是永久的 而且我現在很容易無力 他的身心靈已經在那個 那一天已經毀滅了 已經失去人性了 對啊 你當下有請他 請有拍照嗎 去做證 我那邊的拍了兩張我都有拍照 然後也有其他診斷證明 然後我們繳費 因為他是公立的 所以他有收據 都回來 而且他是保最高的耶 2500萬 對 我們快要花了400塊美金 但是十字十句 沒有多 然後我自己覺得最生氣的是 因為回來以後 那時候2020年年初回來 回來馬上就什麼 COVID 對 他必須要做運動醫學課 要做復健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保險員就一直在叼我 回來以後不到三個月 大概快三個月吧 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要收集最後一次單據囉 我們這個案子要結案 我說我這邊 還在復健啊 我穿鐵衣就穿了 我光穿那個鐵架 要把它壓下去 我就穿了18天耶 然後後面才剛剛開始復健 他就講說我們這個要結案了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新冠的情況什麼… 我們沒辦法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 醫院要那個 不是醫院 它是保險公司 他說他要結束這個案子 所以我從頭到尾 只有那個節目組付出去的那個 400塊美金拿回來 就這樣而已 回來 後續什麼全部都是我自己花的 傻爆炎 來… 我超生氣 對 這個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在治療中他們就要賠到完 對 賠到完整治療完 他說有時間限制 他說這個法律規定說 你保險從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開始 這段期間超過他會覺得 你這個不是原本的 沒有啊 但是我這個病有維持 有延續啊 這我不知道啊 對啊 他就想說我們要結束 對 有延續 他說的實現應該是 假設事情發生當下 經過兩年以後 完整的兩年以後 你沒有去申請禮賠 他就不會賠 因為這是時效性的問題 對 他這不是啊 對…這不是啊 應該要賠啊 好啦 這個我們再研究一下 搞不好還可以再理賠啦 對啦 好不好